蔣局長以及各位長官請局長 請局長備訊 黃委員好 我想這個 我們講到電影 其實 有些好的電影 題材不見得是一定正面的 可能是暴露一些社會和黑暗面的問題 但是 對於政府而言 就是說怎麼樣拍出一個好電影 好像政府應該除了有這個 一般的劇情需要之外 他事實上有一個社會教化的功能 也就是說 我不想在井上添花 也不想在過度消費 但是重點 這個像 如這個陳樹菊阿嬤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新聞局有在這個 這個 就是說去社會上 有做怎麼樣的這個部分 你們會打算去拍一些怎麼樣的紀錄片 因為這不見得是要弄劇情片 這劇情片的態度 還是怎麼樣的紀錄片去發掘一些社會上 其實它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有時候 許許多了一個正面的事蹟 然後去做一個用紀錄片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來呈現 跟委員報告 請說 剛才 黃志雄委員其實有提到類似的一個概念 那的確 在目前我們這個社會上面 我們比較缺乏的 就是一些社會正面價值的 這方面的宣傳 或者紀錄片的東西 那我們在陳樹菊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也更加確認我們原本既定的一些想法 我們有找一些業者 請他們看能不能提供一些腳本 或者是想法 在這一方面 所以剛剛陳如剛委員所提的 這個有在我們的考慮範圍裡面 就是說 不見得到時候不見得是他這個人 不見得 不見得 因為 沒有錯 就平民的一些故事 社會上有很多陳樹菊的故事 你會公開徵求嗎 我覺得這要看我們到時候的一個 方向 一個proposal跟方向 但是這樣子的紀錄片是有它的價值 然後有它的這個影響力 那拍出來之後 或許我們也可以透過頻道 電視的頻道 來做播送 不見得要透過電影 對 透過電視的頻道做一些錄出 那甚至是說更好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腳本跟內容 如果也可以落實到課本上面 做一些教材 教科書 教科書是教育部的問題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個 對於吳院長所說的 要徵求撼動人心的數字 這個撼動人心的數字 你有沒有跟院長溝通過 這個用意是 Initiate 那個用意是怎麼樣 基本上 這個 院長的想法實際上是說 我們過去這一兩年以來 政府的一些施政的成績 或者績效裡面 有沒有一些好的績效 跟好的成績 可以做一個彙整跟整理 你們只做出一些好的了 那比較不好的 不是那麼好的 撼動人心 撼動人心是中性的 有時候好的撼動人心 壞的撼動人心 你們會不會 就是說有些該職的警惕的部分 你們會去 警惕的部分當然我們還是會注意 所以意思是說 徵求撼動人心的數字 民眾可以提供這個好的 一個提供不好的 民眾如果認為政府 有哪裡做不好的地方 院長徵求十大民院 雖然有些人 那是研考會的事情 雖然有些人覺得說 哎呀 這是真是十大民院 院長已經做了那麼久了 還不知道十大民院是什麼 但是基本上我們是肯定的 所以至少他願意 政府願意傾聽 知道這個民眾的苦是在哪裡 可是呢 這個又要十大民院過去了 院長 我們現在好像留下來就是說 庶民經濟 院長剛上的時候 庶民庶民 接下來要十大民院 那時候文生就要去了解一些 民末所在 現在就要徵求撼動人心的數字 院長為什麼老是做一些這樣子 你覺得呢 那這個其實只是 是配合建國一百年 還是配合馬總統就任兩週年 還是配合他自己 這個就任院長 八個月九個月這樣子 其實這個院長平常 他也都在了解各部位的一些 對啊 狀態 那基本上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平常 很平常 就是在了解整個業務狀態裡面 哪一種平常 是報喜不報優樂平常 到底不是 就是說 到底 業務推動上面 有哪些好的 有哪些困難的地方 還是希望各部位都可以提出來 對 好 這個 撼動人心跟業務推動 是好的 不好的 那是只有跟 部會徵求 不是跟全民徵求 主要是針對部會 跟部會徵求 對 這個撼動人心的數字 主要是跟 主要是了解一下部會 這個 那你看部會一定講說好的 部會我講 不會講說我經濟成長率 這個 老委會不會講說我 這個就業率創新高 撼動人心 不會 他一定會這樣被修理 他會講說 我們這個增加多少工作機會 我們增加多少這個 這個黎明專案 多少臨時性的工作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這種東西 坦白說 會讓人家流於 感覺的流於說 第一個 報喜不報憂 第二個 吹捧有加 反省不足 第三個 又讓這些公務員 大家去絞盡腦汁 去做這些 事實上浪費行政資源 對 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部分 要稍微思考一下 院長應該是 蠻實事求是的 不需要在這方面 去做這個事情 好 那 我再問一下 新聞局啊 就你現在來看 你現在想到 有什麼撼動人心的數字 可以告訴你 就新聞局的這個 撼動人心 要撼動人心喔 不撼動人心不行 就我們的這個 業務面來講 以今天 電影法來講 比如說 在電影這一方面 我們的輔導 撼動人心嗎 我們是有一些 驚笑 一些這個 驚笑 驚笑 有一些驚笑 比如說 今年 我們所輔導的 這個 Manga的這一部 國片 然後 這個 在柏林營展得獎的 一夜台北的這個 國片 那當然陸續還有其他 國片 也在上映當中 那有些可能不見得是 它的票房 數字咧 在Manga這部分 收到兩億六千萬的一個 票房 那一夜台北 超到兩千七百萬的一個 票房 那其他的當然 陸陸續續 在這個 上映當中 我們希望說 後續 的話 今年在這方面 能夠有好的一些成績 這個得獎 那裡 這個 我覺得其實 你還要需要思考一下 而且 新聞局的業務 國片 這個 國片福島也好 金馬獎也好 這個好像是比較Fashion 比較那個 看他這個放 而事實上 真的還有一些 業務 同仁在默默 工作的 那不是很 不是很炫的 但是事實上 真的是 這是另外一部分 就如同陳述局 他在默默 在他的台東的一餘 一個市場 賣菜 但是他默默的做 這東西 他是蠻撼動人心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 您提的這個 電影的賣座紀錄 這只是今天來講 我們其實在國內 所以你都還沒想一下 小營院長打你屁股 國內文宣的這一部分 還有國際文宣的這一部分 所以都是 國家形象提升 你看今天一則媒體的報導 說台灣這個 有這樣的僱主 禁止這個 這個員工 要求穆斯林來吃豬肉 這樣的問題 這是很撼動人心 那負面 而且對台灣形象 影響很差的 對 這裡比新聞局 登十篇國際 形象廣告還糟糕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這部分 你們還是回去 拜託你們回去思考一下 真的是可以提出 能夠讓這個 這個國家 不管是形象上 或是在民眾的福祉上 能夠讓人家印象深刻的數字 好不好 是